知名企业家和领导人经常出现在头条新闻 通常我们会忽略这些结出人物背后的无名英雄 请不要忘记他们的智囊团 为他们的成功和名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反的就是宇宙万物最伟大的建筑师 创造和统观万有的主 祂是不需要任何智囊团的 神学家和很多人都非常努力为痛苦和事事 作出解释 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分析并不满意 由于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是有限的 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神的思想 让我们思考保罗的教导 心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宗迹何其难测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善呢 请你向神提问 我怎样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你对我的计划呢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求神让你能谦卑和有智慧的 来去认识他的心意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另一位基督徒分享 你在明白神心上的学习 祂的宗迹 祂的宗迹 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